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人杀掉 然后诈骗赔偿金 据他们交代 一共杀死了一百多人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确认的死者是52人 说这徐州啊 是江苏省最大的煤矿基地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煤矿 这里的大煤矿呢 那基本都是国有的 管理相对正规 安全设施比较完善 矿工呢 也都是从本地招聘前正规的劳动合同 对矿工的身份也会认真地核查 下矿之前要进行安全教育 下矿之后都有比较有经验的队长带着 负责监督和处理紧急的情况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 不管这安全措施怎么到位 底下的人怎么有经验 这挖矿没有不死人的 这矿上呢 每年都有死亡的指标 你死的人别超过这个人数 就算可以 徐州的矿难死亡数量啊 在全国来说不算多的 这些国有煤矿的矿工 总体来说比较安全 即便是真出了事 真死了人 这国有煤矿呢 都会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赔偿 但是 一些个体的小煤矿 那跟这国有煤矿啊 用善老的话来说 云泥之别 这些矿主呢 大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 有一点能量的人 哎 这种人在当地啊 哪都会给他点面子 要不怎么叫有能量呢 对不对 他们的煤矿里 这安全生产的设备啊 都是能少则少 能省则省 而且这个安全生产的流程 遵循的也不是那么严格 私人煤矿 每年都要交纳巨额的税款 而且它施展能量的时候也需要钱 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的挖煤 也就是不顾一切的去赚钱 很多小煤矿啊 几乎都没有安全措施 安全生产的都浮云不存在的 这么一来 那这事故率可就得上去了 死的人它可就得多了 为了不给和自己添麻烦 这些矿主呢 一般都采取私了的方法 咱别把这事捅出来了 我赔你钱 多赔一点 赶上霸道一点的矿主啊 家属连尸体都见不着 到手已经是一盆骨灰了 给你钱你就拿着 要不然你随便去告 我还一分不给了 我看你拿着这盆灰 你能告出什么来 矿工的家庭啊 一般都是纯的劳动人民 一看这人已经成这样了 钱也塞到手里了 得了 就这么着吧 胳膊它能拧得过大腿吗 这就是小煤矿 危险性很大 而且工作很辛苦 家境稍微好一点的矿工啊 都不去这种矿里干 所以小煤矿呢 大多是以比较高的工资 来吸引一些穷困的工人 这儿的收入 比一般大煤矿得高30% 有的能达到50% 当然了 这份钱是您拿命换来的 由于工人难找 私人煤矿对矿工的身份 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招工的时候就登记一个名字 有时候连身份证他都不看 看这干什么呀 只要你能把煤给我挖出来就行 所以这种矿上的管理 也是非常混乱 像一些未成年人啊 智力障碍者 甚至很多逃犯都混集在这儿 话说1998年10月的一天 徐州市下属乡镇的一个小煤矿 突然炸开过了 一个叫潘身堡的陕西矿工 在那儿呼天抢地 哇哇大哭 说自己表弟被冒顶的石头 给砸死了 工头赶紧到井下看呢 真是 他表弟那脑袋上血肉模糊 脑浆都砸出来了 留一地啊 在这个尸体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块沾着血的石头 这工头赶紧给矿主打电话 矿主正跟朋友喝酒呢 得到消息之后 我去又一笔 赶紧往现场赶 矿主回来的时候 潘身堡还在那儿哭 身边还站着两位陕西的老乡 都在打抱不平 哎呀这事不能这么晚 这石头把我们人砸死了 矿主也下去看了一眼现场 凭这多年经验 他觉着有点不对劲 这矿主不是一般的土大款 他是国有煤矿的技术员下海 所以对一切都非常的了解 他先看了看死者破裂的这头颅 那咱都说了脑浆子都砸出来了 可但是呢你看他头上这个伤啊 好像不是被一块石头 从上边掉下来 啪砸到脑袋上砸死的 好像被砸了很多下 到处都是坑 看完脑袋再看石头 这石头啊像是矿上的 但是它不像是死者头顶上的石头 心脱落下来的 石头上这焊道的顶上 都没有一点脱落的痕迹啊 扭回头再看潘身堡 还在那儿垂胸顿足呼天喊地 伤心倒是伤心 但似乎不符合常理 咱各位啊应该都有生活经验 一个人受到突然的打击之后 他会发愣 会悲伤 会哭 会嚎啕 但是这是短时间内的反应 时间一长之后啊 这人呢就是默默的垂泪 无声的哽咽 没有说多长时间 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一直在这儿哇哇地哭的 您就算是哭 中间也得休息 这情绪啊 突然一哭 一释放之后 它需要重新积累 您再积累一会儿 才能再哭出来 可这攀申堡呢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痛嚎啕 一刻不停 两边的两个矿工老乡啊 这说一句 那说一句 但你仔细一听他们的意思 都是想让矿主赔钱 这又是一个怪事 矿主和下矿的农民 打了几十年的教导 知道他们 一般都是胆小怕事 只要事不关己 一般不闻不问 怎么今儿就站出了俩人 在这仗义直言呢 这矿主脑子灵光啊 马上就联想起来 这几年在夜内疯传的 所谓打点子 诈骗煤矿的团货 他赶紧问工头 这几个人 什么时候来矿上的 工头说呀 刚来五天 矿主说 这什么命啊 来五天就砸死了 矿主问 那当时是谁和潘身宝表弟 一起下的警 你把他们叫过来 我问问 工头说 没别人 就潘身宝和他旁边 两个老乡 一共四个人下的警 矿主一听 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潘身宝一伙 就是骗子 他本来呀 想找几个打手 把他们赶出去就完了 人自己一埋 可转念一想 如果这群骗子到县里边 市里边去闹一下 那不管他表弟 是不是被砸死的 自己都要跟着吃瓜老 至少在这事情 真相大白之前 自己这煤矿 是要关停整顿的 况且 不管这事是真是假 捅到 上边去 那不就是给 他们添麻烦吗 你不再花点钱吗 肚子里一番盘算 这矿主决定啊 还是给他们俩小钱 稀释宁人 这样比较划算呢 矿主就问潘身宝 你说怎么办呢 潘身宝的回答显得很有惊艳 他反问说 人都死了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还要问你呢 矿主说 你少跟我来这套 不就要钱吗 说个数吧 潘身宝大嘴一撇 这是一条人命 我说呀 最少二十万 矿主一听都气炸了 你讹谁呢 国有煤矿死一个 给多少钱呢 才 你跟我这就指二十万了 潘身宝皱眉头装身尘 假装思索一番之后 说 那就十万吧 一分都不能再少了 这钱呢 我要给表弟的父母养老 矿主说 你拉倒吧 十万 十个大嘴巴 最多给你三千块 这潘身宝细精附体啊 装作拨然大怒 死一个人才给三千 你欺负我们外乡的民工 我要上县城告你去 矿主说 你告谁呀 啊 这是徐州 县城的 嗯 嗯 哪个部门我不熟啊 有本事 你还真就告一下试试去 就三千 要就要 不要还一分不给了 潘身宝 看见矿主态度这么强硬 好像是识破了他们的这个局 不觉着这心里也软下来 他说 老板 三千真的太少了 你 你最少给五万 老板现在看见他呀 都觉着恶心 一说到钱 他就没完没了的 跟你这讨价还价 也不难过了 鼻涕眼泪也不流了 根本就不是亲人死了之后 那种悲痛的态度 他心里更确定 这就是一伙骗子 你想 他奶奶的 啊 到我们这儿来搞事情 在我们县城大街上 三天两头就砍人 他看了潘身宝一眼说 告诉你 三千我也不给了 你们都给我滚 话音没落 一群打手冲上来 把潘身宝和他的两个老乡 一起推上卡车 开出煤矿 扔在了路上 潘身宝他们呢 不敢和这些绑大 腰圆的打手 正面对抗 被扔下车之后 还只能喊一句 你们等着 我们上政府告你们去 回到住处之后 潘身宝和另外两个矿工啊 决定到法院去告 可是告状 你得有诉讼费呀 这三个人一个赛一个的抠门 以往分钱的时候呢 那都是眼睛滴溜圆的在这盯着 生怕自己少分一点 现在一听说 怎么着 掏钱 往外掏 那我可没有 你有吗 没有 你有 我也没有 这三个人呢 前思后想 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既然咱们三个 谁都不愿意掏钱 那这钱呢 让别人掏吧 他们想去县城里边诈骗 三个人在县城一家酒店吃了饭 然后说这菜 有问题 老板娘你过来过来过来 你这里边是什么 你这恶心死我了 你赔我一千块钱 徐州 那也不是一般的地方 刘邦的故乡 民风彪悍 老板娘人做多少年买卖了 一看你们这德行 少来这套 潘申保一急之下呀 看这酒店里 只有几个女服务员 她直接冲到柜台里 伸手把这营业款抢跑了 从骗变成名抢了 老板娘一看还反了你们了 在后边猛追 一边追 一边喊抢劫 这三个人逃到大街上 还没跑出一百米 就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 就折命 这三个人被押到公安局的时候 可巧 刚才被他们敲诈的矿主 也在公安局呢 找个朋友 把这情况跟你们说明一下 有这么撒贼人 潘申保他们一看到矿主 马上就知道了 这是矿主来报案 抓他们了 看来 我们三个人被抓 不是因为刚才那一千块钱呢 这三个人里呀 有一个罪行比较轻的 哭通就跪下了 政府 政府我坦白 我要立功 他们的主意 我从来都没下过手 我要立功 这一下啊 还把民警给弄不会了 你们不就是 仨人抢了一千块钱吗 一人合三百多块 至于吗 但是这民警也有经验呢 一看他这么一个状态 稍微一琢磨就明白了 身上背着别的事呢 就炸他 好 立功可以呀 就看你说不说实话了 那哥们啊 赶紧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几个民警开始听着都不信呢 正常吗 这人 就你们这仨货 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结果 这三个人分开审问了好几遍 他们交代的 基本都一样 打这儿 一个流窜全国多年 先后杀死52人的恶性打点子团伙 才暴露出来 所谓打点子 并不是出个什么点子来赚钱 而是杀死点子 这都是从过去的黑话里来的 活人就叫点子 比如说 星点子 这是个骗子 是个坏人 钟响点 这是个好人 忠厚之人 活人就叫点子 打点子呢 就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团伙 通过欺骗手段 把一些外地的民工 骗到某个私人煤矿里边去工作 团伙的一些人 伪装成他的工友 寻找机会把这个被骗的可怜人 杀死在井下 然后呢 团伙成员就会报告说 他是出了工伤事故死亡的 然后冒充这个人的老乡家属 要求矿主赔钱善后 敲诈嘛 一旦拿到了抚恤金 这些歹徒就会同意火化死者的遗体 同时取走骨灰 当然了 一离开煤矿 这些骨灰就被他们随手给扔了 分葬之后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1998年 全国有很多个这种团伙 其中不少是来自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的歹徒 这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潘申堡和于桂银团伙 潘申堡是于桂银的师父 手把手的把他给拉上了这条不归路 很多的矿主明明知道是歹徒杀人诈骗 但是以权衡轻重 认为赔他们几万块钱 总比这煤矿整改要损失几十万合适啊 所以啊都是心甘情愿的被敲诈 你说就这么心甘情愿吗 也不是 他本身矿上就有好多的问题 连基本的安全设施都没有 矿工呢很多都是来源不明 有的明明知道你是一个流窜犯 那我可以压榨你何乐而不为呢 有的还把一些残疾人骗到矿上当苦力 也不给钱一天吃的还不如个猪 很多人都是自己一屁股屎 所以出点什么事都愿意稀释宁人 不要惊动官府 潘神堡是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 上七镇龙泉村的人 他没什么文化 小学都没上完 稍微认识几个字 是个半文盲 他的同伙呢也都是汉阴县的农民 不是半文盲就是纯文盲 这些人呢不安心于在家务农 1996年潘神堡来到徐州 一家私人的煤矿打工 这地方条件差非常的危险 但是毕竟收入高啊 在这儿干上两三个月 相当于他在老家种一年的地 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在这儿目睹了一起矿难 一名矿工失足从这矿井的高处摔下来了 当场身亡 这矿工是徐州本地人 第二天家属就哭哭啼啼的来到煤矿了 让潘神堡吃惊的是 平时凶恶的矿主 这时候腹软了 特别温柔 主动劝家属拿走抚恤金 这钱你们收着 不够我再给你加一点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们解决的事没有 你都说我都办 但是你别闹 家属就说了 抚恤金呢太少了 矿主二话没说 把这金额成了个二 家属拿到钱就同意火化 在徐南矿工遗体送到火葬厂的同时 矿主就把几万块钱现金交给了家属 潘神堡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看着都傻了 这端到手里是什么感觉呀 过了没几天 他和几个很久不见的汉阴老乡聚会喝酒 发现这些人呢 穿金带银 喝的是好酒 吃的是好菜 住的是宾馆 晚上叫的是小姐 混得真不赖 酒过三巡之后 潘神堡就抱怨 我比不了你们呢 你看我现在是个井下的矿工 赚的也不是太多 天天还得玩命 这大家伙都是老乡 先父带后父 咱们共同富裕一下行不行啊 有什么挣钱的招 你告诉告诉我呀 几个老乡互相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就说 你不是说你们矿上有个工人死了 矿主给了好几万块钱现金 是不是啊 潘神堡说 那没错 我亲眼看见的 那个人说 那这就是财路啊 死一个人就能赔好几万 就你现在这几个工资 多少年才能挣够这几万块钱呢 潘神堡还是不明白 这又不是受伤赔钱 人死了才给呢 那我死了赔我多少钱也没用了 那个人就骂他 真是笨 谁让你自己死了 你找一个外地的民工 你让他死在矿里 你就说是家属去领钱不就完了吗 潘神堡还是满脸的痴呆表情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我找一人他就能死在里头 那个老乡说 他不死 你还不能把他弄死吗 潘神堡脑袋嗡一下 杀人 几个老乡说 对呀 不杀人 哪有现在的这种生活呀 我看你是老乡才告诉你这条财路 敢不敢 就看你自己了 潘神堡回到工棚里之后 想了好几天 看看猪窝一样的工棚 再看看井下的活 不但劳动强度大 还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一切都让他下定了决心 富贵险中求 杀几个人算什么呀 只要能搞到钱就行 他辞掉了矿上的工作 回到陕西汉音县老家找到兄弟潘申军 书白兄弟潘申全 又拽上同村的好友王从兵 一起干起了杀点子骗钱的罪恶勾当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团伙的人数不断地扩张 到案发的时候 已经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杀人诈骗犯罪团伙 在这当中 有专门寻找可以下手的煤矿的 有专门在火车站 老物市场这些地方 物色可以供赚钱用的点子的 有冒充被害点子家属和村干部的 还有专门动手杀人的 为了避免被识破 他们还不断地组合拆分 有时候团伙分成四五个小团伙 在全国各地诈骗 有时候呢 他们会重新地组合成一个大团伙 就像拍戏的临时演员一样 他们不相信外人 歹徒全部是安康市汉阴县的老乡 绝大部分都是同村的村民 其中一个就是更为凶残的于桂银 他开始的时候和潘身堡一起干 后来两个人干的太多了 他被矿主识破 就决定分开来各组团伙 必要的时候 这两个团员呢 还会交换团员 在选矿 找人 凑班 杀人 伪造现场 骗钱等等诸多的环节当中 这个团伙的成员呢 是各司其职 都有专门的工作 潘身权 一手运作着这个团伙 他就是潘身堡的书败兄弟 他们呢 把被杀的人称为猪 或者是点子 需要物色适合被杀的人的时候 潘身权就给团员下命令 你们啊 开始找猪吧 这就是第一步 手下们接到电话之后 就开始四处行动 通常呢 猪来自各个煤矿或者是火车站 在这个团伙当中 每个成员都配着手机和寻呼机 一个人发现点子之后 马上通过电话联系其他的几个人 集合到三四个人之后 共同作案 这些所谓的猪 多是一些木讷老师 甚至有些智力低下的民工 欺骗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 一般来说呀 就是上去套近乎 套死 说我知道一个煤矿 工资高 吃得也好 住得也好 我就是要上那去呀 要不你跟我一块吧 民工出门 本来就是为了赚钱 赚得多 吃得还好 那当然就心动啊 到后来呢 他们的手段呢 又发展了 比如说利用女团伙成员色诱 另一个团伙成员呢 就伪装成她的丈夫去捉奸 然后强迫奸夫写下欠条 再然后带到煤矿 打工还债 这就是仙人跳的3.0板呢 2.0板只要钱 这3.0板就开始要命了 到了煤矿之后 团伙需要掩盖这个民工的真实身份 这样呢 便于杀人之后 冒充家属 冒充村干部来讹钱 找到受害人之后 这个团伙的成员 会24小时紧盯着他 直到把他杀死 如果选了一个稍微聪明点的民工 多少会有点感觉 哪儿不对劲呢 对他们会有戒心 或者刻意的保持一些距离 那这案子可就不好做了 所以说 这找猪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的时候 找不到合适的猪 怎么办呢 这些团伙呀 就会想方设法 毫无人性的 把自己的家人推进火坑里 2007年10月 一起另一个团伙的案件当中 他们杀死一名陕西人何忠福 这是谁呀 正是团伙成员何成兵的本家叔叔 何成兵在接到指令好几天之后 没有找到合适的猪 然后居然听了团伙成员刘永庆的话 把自己的叔叔带到河北 给当了点子 何忠福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光贵 把这何成兵啊 一直当儿子 听他说 要带自己出去挣钱 心里边高兴啊 哎呀 孩子大了 我得计了 不成想啊 只落得一个 横死异乡的结果 杀死叔叔之后 何成兵呢 分到了所得三款的百分之六十 这算是很多了 谁让杀的是他们家人呢 还有的团伙成员 杀死了自己的姐夫 表弟 甚至还有丈夫 找猪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找煤矿 负责猪的人 会把猪带到同伙 早已经看好的煤矿 这矿 一定要选管理混乱的私人小矿 如果发现这儿啊 管理很严格 那赶紧换地方 在这儿干不成 第三步 那就是进入煤矿 准备下手 按照下井的要求 一个班呢 使四到六个人 共同下井 为了保证作案的需要 团伙成员要和猪 一块下去 寻找机会作案 在这期间 要盯住受害者 片刻不离 防止他逃走 或者和别人随意的聊天 泄露出真实的身份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团伙会选择 之前没有聚过的 私人小煤矿 先进去 干几天 干一礼拜 但时间绝对不会长 这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这些歹徒啊 都是好意勿劳之辈 他要愿意劳动致富 那他就不杀人了 对不对呢 所以啊 他们在煤矿干活 受不了这份累 也干不了几天 最多就是装装样子 第四步 那就是杀人了 时机成熟之后啊 安排一两个人望风 其他的人开始行动 采取的杀人手段 那是多种多样 最开始呢 是从高处 把这受害者给推下井摔死 伪装成失足坠落 结果这么干了几回之后 发现呢 这受害者 多是摔成重伤 并不会马上死亡 甚至有时候 还能跟医生说两句话 这不要命了吗 他们就转为啊 用石头 铁锤这类的东西 把受害人砸死 之后 在尸体上放上炸药 或者伪造他方等等煤矿事故的现场 再之后 团伙成员就去找矿主谎爆事故 这里 杀人的凶手至关重要 要求一击致命 不能让受害者不死 或者被其他的人发现 这只要露了相 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另外 在法庭审判的时候 其他的工种呢 可能判得就轻 但是这下手杀人的 肯定会被枪毙 所以呢 得钱之后 这杀人的 分的就会比别人多不少 接下来就是第五步 伪装家属要钱 闻讯而来的家属啊 抱着尸体就开始哭啊 一直哭到给钱 家属多是团伙当中 比较会演戏的那几个 这是个技术工种 你得哭得心痛欲绝 哭得这矿主觉着 你也会一头碰死在这矿上 跟他玩不了 哎 这样才能多额钱 他们呢 会拿着专门为死者做的 假的身份证户口本 这些东西 伪装成家属 甚至是当地的干部 有时候 还有女团员 伪装成受害人的妻子 就在这群家属当中 也是各有分工的 有唱白脸的 有唱红脸的 有大哭大闹的 有的就坐着跟你讲道理 总而言之吧 一切的一切 就是为了尽快的拿到钱 你说我拖着 我不给 我少给点 不行 首先我就不同意火化尸体 就在你这矿井口搁着 谁还下去啊 一天又是好几万赔进去了 另外呢 我要向当地政府报告 在这种压力之下 一般的矿主啊 大多数都会屈服 给你几万 反正停一天不也是几万块钱吗 有的讹得多的 几十万 他们也拿过 这时候就到第六步了 抛尸灭迹 顺利的拿到死亡赔偿金之后 团伙成员马上一哄而散 一天都不会多留 至于受害者的尸体 会被立刻火化 骨灰被团伙成员随便找个地方 一扔就算拉倒 甚至有的时候 就找个公共厕所 直接给冲了 您也能看得出来 这些歹徒 那是坚定的 无神论者 这些死者 不是尸首无存 而是骨灰都无存了 他没法确定死者的身份呢 在侦办过程当中 这个环节让大家最头疼 这些死者 都是冒名顶替别人进的矿 没有用真实的性命 尸体火化之后 啥也没留下 在案件当中 只有一个人的遗体被找到了 被扔在了一个 废弃幽深的矿洞当中 什么也找不到 DNA也没地方取 警方呢 只能通过调查死者生前乘车住宿的轨迹 发现和犯罪嫌疑人的轨迹重合 通过这个确定为他杀 真实的案件和受害者 远远不止公布的这五十多人 审讯当中 这个团伙还供述了几十起类似的案件 总的杀人数量有一百多人 但是还是那样 什么也找不到 骨灰 尸骨 现场 全都没有 那在法律上来说呀 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口供 而给他们定罪 从1996年11月到1998年9月 潘神堡等六十多名歹徒 先后在山西省灵石县 古江市 霍州市 负州市 坟西县 蒲县等地作案二十七起 杀死无辜的点子二十八人 骗取各地矿矿矩矩刀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 仅仅潘神堡一个人就参与作案十起 杀死点子十人 骗取抚恤金二十一万八千五 到了九月份之后啊 这个团伙暂时的分散 潘申保觉着团伙人太多了 赃款三分四分的升不下多少 他联合两个同伙想单独作案 不带那些人玩了 咱多挣点 可是传棒了 所以说呢 这团队有团队的作用 钱不是俩仨人就能挣的 他们这个小团伙人数太少 演员不够 很快就被徐州的矿主 看出破绽来了 行骗失败 最后潘申保和两个同伙 走投无路开始抢劫 结果被生擒活拿 这边乡潘申保被捕了 那边乡 他的徒弟于贵银 也没能再嚣张多长时间 这于贵银呢 比他师父还要阴狠毒辣 作案的数量更多 1998年11月10号 于贵银 王明金 王志明 魏三东 唐朝汉 带着于贵银找的点子唐朝家 来到辽宁省锦州市 一县 马金田的煤矿 12号凌晨两点钟 有其他的人忘风 王志明用搞霸 把唐朝家从背后打倒 可是唐朝家的身体啊 比较强壮 被一搞霸掀翻之后 马上就爬起来呼救 歹徒们一看急眼了 连续猛砸他的后脑勺 还有着脑门就往死了走 终于是把人给活活的打死了 杀人之后 歹徒们驾轻就熟啊 把尸体拖到井口底部 制造了灌弓龙坠井的假现场 这唐朝汉的戏啊 也特别好 在医院里啊 抱着唐朝家被砸烂了的脑袋 嚎啕大哭 那样子随时都可能过去 矿主马金田曾经做过国有煤矿的保卫科科长 他预见过类似的诈骗案 很有经验 他就觉着 你说这帮人刚来两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对劲 他就仔细地查看了死者的伤口 当时呢 由于唐朝家挨了一下之后 爬起来呼救 歹徒急眼了 抡着搞把乱砸 下手过重 导致这死者的后脑勺啊 脑门啊 都被砸塌了 脸上更是血肉模糊 看不清楚个模样 马金田就觉着更不可能了 二十几米的井 你就算是大头朝下栽下来 那井下都是土啊 也不至于摔成这样啊 马金田呢 不动声色 我就先看你们表演 果不其然 唐朝汉这一伙人呢 没哭两声就非常急迫地向马金田提出要抚恤金五万块 马金田一边跟他们砍架 一边就观察他们这神色 总觉着他们的目光里有些闪烁不定和迫不及待 马金田决定先把这伙人呢 给安抚下来 假装的一番砍架之后 答应给三万块钱 说你们回宫棚等着吧 我去取钱 之后他来到了一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刑警们一听也觉得这事不正常 就把这五个人传到了刑警大队 一查呀 别的都甭说 五个人的身份不明 用的名字全是假的 身份证伪造的 对于这个于桂银的解释是 农村老家没给农民发身份证 可是呢 这时候已经是1998年了 哪有农村不发身份证的呀 人家是警察 这你蒙得过去吗 把这五个人呢 分开审讯 让他们各自叙述一遍 狂难发生的经过 说的大概岂能对上 可是你往深楼一跑 问一些细节 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了 这就非常可疑 刑警大队的技术人员赶到现场 查看这受害者 到底是不是失足坠亡 技术人员在井底下 没有发现血迹 但是在这杭道的深处 刑侦人员发现了一根稿坝 这稿坝被阵列的缝隙里呀 牢牢地卡着几根头发 隐约之间 还有浅浅的血红色 存在于稿头细小的纹路里 另外航道壁上还有多处血迹 技术人员做出判断 现场证明 航道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打斗 似乎是唐朝家被人打倒之后 勉强向前逃了七八米 又被追上杀死 刑警队立刻立案侦查 并且进行了尸检 尸检结果表明 死者唐朝家的头部 有五处顿气伤痕 前额脖子都有多处击打伤 造成大面积出血 唐朝家是死于颅骨骨折 脑组织严重挫裂伤 这表明他不是摔死的 而是被人给打死的 这五个人的身份呢 马上就变成了杀人嫌疑犯 警方再次审讯 据说还上了点手段 这五个人吃不住打 啊 应该是扛不住问 哎 终于就有人交代了 杀害唐朝家 制造假象 敲诈矿主这个事实 唐朝家是几天之前 魏三东在石家庄火车站 以下井挖煤赚大钱为名 骗来的一个点子 11月10号的晚上 来到马津田的煤矿 转过天来 11月11号晚上8点 开始下井挖煤 到半夜12点 六个人当中的三个人上了井 剩下唐朝家 于桂银和王志明 继续干活 到凌晨两点 煤全都出完了 唐朝家正想从姚里 往井口走 早有预谋的王志明 抡起搞霸 对准他的后脑海 猛的就来了一下 一点没有防备的唐朝家 当场被砸倒 咱们前面说了 他的身体呀 非常的结实 被砸倒之后 没有马上死 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他拼死站起来 摇摇晃晃的 一边往井口跑 一边大声的呼救 只可惜 这是在井下 而且没有别的人 于桂银一看这个情况 慌了 他搬起一块石头 几步追上去 让唐朝家的脑袋 一顿猛砸 唐朝家 那再好的身子骨 也架不住这个呀 终于是 瘫倒在地上 再没有了生气 王志明还怕 唐朝家没被打死 把他的身子翻过来 拿着搞霸 对着脖子 又是一阵乱打 据这几名歹徒交代 死者 当然不叫唐朝家 真名叫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根本就没问过 根据五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和对现场的核实 警方分析认为 这绝不是他们做的第一起案件 一调查果不其然 1998年的9月和10月 一线的刘春荣和富荣强两位矿主 也分别被这几个矿工 勒索走了1.7万和2.8万元的抚去金 通过审讯 于贵寅交代了 团伙里还有几个人临时分开 在不远的辽宁省复新市作案 警方马上追查 果然 这几个歹徒也杀了人 于贵寅团伙的另外几个成员 霍燕军 朱张波 钱正明 刘瑞平 岳仁志 刘芳佑 和化名刘冰的郭冰 以及被他们骗来的点子刘雨 来到辽宁省复新市清河门区 王福军的军营煤矿 头一天 矿主王福军没让他们干活 第二天下井平安无事 第三天 他们把领班的老工人支开 这井下就剩下了这七个人 这时候呢 是上午九点半左右 六个歹徒 开始对他们骗来的点子刘雨 下手了 先用斧子和铁锹把刘雨打倒 然后用石头砸死 这之后 他们推倒了一根顶柱 制造了塌方的现场 王福军用车 把刘雨送到清河门北山医院 自称是他哥哥的刘冰啊 也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复新市的清河门区 没有火葬场 矿主王福军就把这六个人和已经死亡的点子刘雨 用车拉到了和复新市毗邻的义县 把这六个人安排住进了义县棉麻公司旅社 王福军呢 想用三万块钱了结这件事 可这伙人嫌少 王福军就说 那多一点也可以 别多太多了 就在这伙人来到义县的时候 义县站前派出所的民警 给刑警大队打过来电话 说在一帖旅社发现一名此称是老三的 行迹可疑的操着陕西口音的青年 来找一个叫李洁的陕西人 跟着老三 民警们到了棉麻公司旅社 把在复新市清河门区作案的歹徒 全部抓获 经过矿主傅荣强确认 在这伙恶魔当中 朱张波、钱正明 正是他矿上发生事故的时候 分别冒充死者亲属 跟他谈判要钱的这两个人 于贵寅交代 他们作案的数量 比师父攀身宝还要多 可谓是青出于蓝 1998年4月 于贵寅、魏三东等九个人结伙 在江苏、徐州、贾汪区的 一个个体媒谣里边作案 魔鬼一般的歹徒啊 又是用搞坝和木棒 一连打死两名无辜的矿工 之后把死者抬到无人的地方 叠在一块 然后在两个尸体之间 引爆了两个雷管四节炸药 两个点子 顷刻被炸得血肉横飞呀 矿主以为这是放炮出了事故 做梦也没想到 这是杀人案 事后 歹徒向矿主 敲诈了6.4万元的抚恤金 1998年5月 于贵寅和同伙张仙军 化名为张军的这个人 以及张仙冰、胡昌元 还有潘家父赵良贵 经过预谋 把潘父找来的点子 起了个假名叫潘家姓 胡昌元找来的点子呢 起个假名叫刘永华 把这两个人带到 徐州市青山泉堂村 十二景彩眉 5月21号凌晨三点左右 张仙冰用搞罢 胡昌元拿斧头 在井下先后把两个点子打死 又是叠在一起 引爆炸药 把尸体炸碎 这回作案 他们骗到了5.3万元 1998年春天 在河北省邯郸市封封旅馆 张军、王明金、于友儿 向珍丽、阮老五一起商议办事 于友儿呢 从火车站骗来一个19岁的点子 骗到河南安阳的一个煤矿之后 下手把他杀死 当时歹徒用搞罢 多次重击这小伙子的脑袋 把他打倒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小伙子命真大 居然没死 但是因为炉内出血严重 这小伙子成为了哑巴 向珍丽就充当哑巴的家属 向矿主敲诈 可是鉴于小伙子没死 只是残疾了 最终矿主只给了他们4000块钱看病 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 没有 这伙人是丧心病狂啊 一个月之后 向珍丽、魏三东 又花言巧语地 把早已经有了戒心的哑巴 骗到秦皇岛的一个煤矿 几个人残忍地把他打死之后 又骗了矿主2.7万元 于贵银这个犯罪团伙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疯狂作案27起 杀死38人 重伤一人 诈骗矿方抚去金 70多万元 在他们的作案过程当中 也有失手的时候 1997年10月初 歹徒程寿斌 在河北武安网口矿 把点子肖阿三 骗到邯郸丰锋去 然后呢 又骗到了江苏省清泉镇的煤矿 这伙人呢 安排肖阿三 在事先买好炸药的地方干活 同时在远处 把炸药引爆 肖阿三 当场被炸断右腿 炸下右眼 但是这个煤矿的安全流程非常好 矿方人员发现出了事故 马上下井抢救 把肖阿三的血止住 保住了性命 当抬着肖阿三上井 途经跳台的时候 这伙人为了杀人灭口 想把已经昏迷 毫无反抗能力的肖阿三 掀下跳台 摔死他 幸好啊 矿方的医生早就觉着他们可疑 一直跟着他们 这时候 医生及时接住了坠落的受害者 让他们没有得逞 这伙人一看呢 大概其实已经穿帮了 也没敢要钱 匆匆忙忙的逃离了煤矿 同一年的11月中旬 歹徒郭光平 张安军这一伙人 在山西省的林石县一个煤矿里 把从陕西遍来的点子 詹兆仙 化名为郭大财 11月13号 在井下 有张安军和陈大夫 用木棒把他打死 并且伪造冒顶事故 之后 郭光平冒充死者家属 向邝方索赔 可是邝方发现呢 詹兆仙的模样 和郭光平拿出的 郭大财的身份证 和户口本上的照片 有很大的区别 邝方呢 就给郭大财身份证上写的 户籍所在地打电话调查 发现 人真正的郭大财 根本就没外出 一直在家种地呢 这伙歹徒知道不好 仓皇逃走 2000年 山西省晋中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晋中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被告人 潘申保 张安军 王从兵等 实名主犯 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的被告人 也被分别判处死还 无期徒刑 和有期徒刑 通年的7月 经辽宁省高院裁定核准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 于桂银 魏三东 钱正明 王明金 霍燕军 朱张波 王志明 刘芳佑 文绍棠 岳人志 和国字斌 死刑 这个团伙 先后高达近百人 清一色的陕西安康市 汉阴县人 被捕的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69人 赴案在逃 这是说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咱们播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啊 又抓着一些 这个系列案件 是小说 神木的原型 后来呢 拍成了电影 名字叫 《盲井》 盲目的盲 水井的井 1998 潘身保 于桂银团伙 系列杀人诈骗案 全文完